XD 哈喽大家好,我是白丁,今天开始我们Sonyverse的实体操作部分,那就很简单,今天讲的功能是两个,而且有一个地方需要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的, 那还是一样,打开了我们的一个Sonyverse的软件,那parts对吧,零件部分,最后呢,我们点一下sketch,那实体部分呢,之前你们炒作应该练习的也差不多了,对吧,那顶视图,呃,记得那一个什么就是,如果,呃,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,对吧,一个方形的,那可能我们给它标注一下,好吧,那标注可能就40吧, 这里的话就50吧,那就这样子,是吧,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还在编辑这个状态,我们不小心本罗了一下,那怎么样还原,记得control加8,control加8,对,这个是你那个,呃,Sonyverse里面必备的一个快捷键, 这下来呢,那就是这样子,很简单的,那首先我们选了这个sketch1,对吧,sketch1以后,我们可以选择两个东西,啊,当然通常呢,你可以退出炒读以后,进行这个feature,这块的实体,实体工具操作,啊,但通常会这样子,这会在炒读这个部分,然后点feature,然后这样子操作,这样子做会比较多一点, 那这样子我们会选一个,这个拉伸,第一个要讲功能拉伸,一样所有的内容细节操作会在这,比如说,呃,这一些比如说,这一个,呃,up to surface,或者up to reach,就是说到达某一个部分,up to surface,就是说到达某一个面,以后有机会会慢慢在交,比如说你要怎么样,比如说你要中分这个,对吧,你看到就会在中间了,中分就中,双向拉伸嘛,那中间就这个,第一个,那 那from sketch print,就是说你的这些,你们都懂了吧,这些不懂的插词点啊,我就不一一解释了,毕竟这不是交英语词点啊,然后呢,反方向,反正就是双向拉伸还可以怎么样,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调一个,呃,这个比如说你看一边10一边20,或者我不要啊,懂吧,那这就是一个呢,呃,就是说你说,呃,拉伸的一个,就是说直,呃,纵向拉伸的话,你只有这个工具选,没有别的了,呃,那有加, 自然有减,对吧,就说Sony West N1我不一样,Sony West的话是这样子,我加我用这个功能,只能说往这个方向走,就说我是加,我就不能减,我能减,我就不能加,那有加,我才能有减,对吧,就好像,呃,你要减肥,你要先吃了饭,你才能减肥吗,对吧,那这样子,那我现在减,我选了现在蓝色,蓝色一次,我已经选择这个面,对吧,那这时候,我一样选一个草图啊,我就给它减,对吧,那这里刚刚那个我点在这,对吧,我们就不管它了, 这时候我就不做那些什么绝对定义数值了,好吧,这个就到我们后面实体操作再说吧,那这时候会减一样,反正就所有东西都在这里调整,对吧,里面还有很多的不同的,呃,怎么说,功能,那这个要慢慢自己玩啊,呃,因为没有办法说,所有东西给你讲一遍,那这时候Fullall,就是说全减的意思,那就说全通,那这时候,我们就不需要输入数值了,这样子一个中空的模型就完成了啊,懂吧,就是说我们一个加一个减,就这里,就说它一定是分开两个, 能懂吧,也就是说,我这,我们这块有不同的功能,这块是加加的区域,那这块就是浅的区域,这块是修饰的区域,呃,希望这么懂,你们能能能能清楚,反正就是说Sonyverse的模块画概念是比Wano做的好的,这个是百分之百肯定的,所以说我,呃,我是喜欢两套都用啊,都怎么说,各取所长啊,对吧,反正就是流化曲面,Sonyverse画很吐血,你还不如Wano画完,对吧,反正就是你的模型给工程师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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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程 是用,还是一样重画,好的,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的,这第一个功能完成了吧,就是说拉伸,拉伸,它是有两个加和减,也就是说我后面讲有些实体功能,它都是这样子,有加有减,就是说其实我跟你讲是两个工具,那好的,我们再下来讲下一个,我们点那个前视图和优势图,然后选择那个sketch,哎呀,不好意思,选错sketch,那选择top,选择top以后,对,我们会这样子,我们中中心画圆,那下面这个什么,旋转功能,对的,那 那SUNREST的话,就是说凡它,呃,不能说直接生成一个圆形,能懂我这个意思吧,就是说你圆形,你一定要这样子,就是说只能靠这个功能来做完,那我画了一个半圆,旋转,对,只能这样子完成,那这时候选什么,中心轴,我们的中心轴在这,那你看,所以啊,你记得我们这个东西必须要封口,可以不封口,它会问你,但是最好还是封口,那这样子才能完成一个正,呃,正常的一个圆形,能,能懂这个东西。 这个意思吧,就是说所有东西必须通过这种方法来画,就是说你所有的,不管它是不是圆形,统圆形,都是这么做出来的啊,呃,那如果不规则了,那很简单,如果不规则怎么办呢,不规则你就不要选360多,你就选180呗,这样子,那一半,一半大一半小呗,就是这样,当然一半大一半小,就你懂的,我这两边,呃,其实它也不是旋转出来了,另一半,一半是一半不是了,对吧,呃,对, 有时候你们这个逻辑性要非常清楚,就是说,刚刚如果说,我说一半大一半小,你们很照做,但其实不是,对,这些概念要很清楚,逻辑性,你们要想象好一个模型顺着那样走,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,先想好再建模,这样子,你们不会那么累,特别是soniverse使用软件,而1.0的话,因为它建模速度很快,soniverse1.4再快,它还是有限制, 好,那个有加降有减,我们来讲下一个部分,我就是说我们,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减法,那我们先找一个参考线,那在这里,好吧,呃,再来一个,我想我这次想这样子上下给它都挖个槽吧,那就给它一样,我给它封一个口,好吧,封一个口以后,然后就剪掉好吧,呃,这边要,那就,反正换的方法有很多种,不一定赢,所以一定要这种这样子,哎呀, 啊,不好意思,这个我们就先镜像啊,然后我们要那一个,对,第一个选择我们需要的那个镜像的一个,怎么就是说一个啊,不好意思,我我选择错了啊,queen selection,对了,好,第一个选择,我们要那个就是这边的一个,一个物件,第二个选择我们的一个中心轴,对,你就看到了这个东西啊,我们这时候能选择吗,应该照理老师应该是不行的,没错,你看, 他就会变成说中间这个是变成中心轴了,能懂我这个意思吧,那这时候我们这时候要改变选择,可以吗,可以的,对,懂了吧,就是说这个,这样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选择,但是呢,我刚刚选择错了,你现在看到了吧,那我们先把这个,那,回来,选这个,对,就是说反正这两个是对应的,懂了吧,反正选择什么,都是对应,反正就是加和减,就这么简单,那你看镜像,我们刚刚是镜像,他这边就很聪明了,给我们就默认好了, 你看一简,对,这个球体就完成了,对,就这样子,一个加一个简,分别是就说做球形的,做方形的,就这样子拉伸,有没有任何的什么固定的一个正方形一拉出来的,Sonyverse没有这种东西出现,对的,就这样子,好的,那一个,今天的课就到这里,有什么问题,下面给我留言,也可以加我微信,那一个交流交流,好的,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